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2023镜头指南 今天讲的是一支试码28 1.4 ART镜头 这支镜头是试码差不多单反年代最后一波 ART镜头了 最后一波镜头有24 1.4 40 1.4和105 1.4 后面两支镜头都没有打折 正好这个镜头打折了不到半价就被我买下了 这个镜头呢我使用了以后发现 和想象中还是有一定差距 因为想象中大家都形容试码是傻锐傻锐的 那我对于它的锐度的要求非常 这个期待非常非常高 其实使用了以后发现可能还没有加能的 35 1.4 2代的这个锐度那么高 但是呢作为28毫米 在单反卡口的镜头来说呢 确实这个锐度也没有在超光角于它避美的镜头 所以这支镜头呢先说缺点吧 缺点它又是试码的缺点 它有点重 它的焦外也没有那么柔和 然后价格也不便宜 那它的优点呢就是作为单反时代为数不多的 28 1.4的这个选择吧 你没得选 然后它的画质也是虽然说只和35 2代必美吧 但是也属于单反当中锐度的王者之一了 那最后一个优点呢 我想想我想最后一个优点是什么 我编一下 最后一个优点呢 我想我编不是最后一个优点了 所以呢这支镜头我使用了之后 我的感慨就是确实单反的时代过去了 单反的镜头即使涉及到极致 相比于无反的镜头来说呢 它的锐度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距 然后体积重量控制的确实不如无反的镜头啊 所以呢这支镜头我不是很建议大家购买啊 但是如果购买的话也不用急着卖 其实这支镜头还是好使的